你說這樣對不對 好喔 Don't care 全台灣最珍貴的影片 就是我預測那一段 連數字都一模一樣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怎麼有人可以預測 45就45 44點幾 名嘴都說贏10%嘛 只有我不整 基本上就是要贏到15到20% 為什麼 因為還有民進黨 逛票進來的理由 好不好 名氣可用 飛龍在天 那你現在我們還是想 會被當選 20%嗎 這個就不方便這麼說啦 各位 選賢與能 這件事情是必然的 開餐廳一定要好吃 開餐廳菜一定要好吃 但是重點是後面那四個字 每一個候選人 你講出來的 你講信用喔 修睦族群的一個融合 我們就是那麼互相融合的人 一切要和諧 要非常和諧 破壞族群融合的 即將在這個世代裡面被淘汰 這樣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我剛下飛機 然後在飛機上 空姐問我 憲哥 要不要看報紙 我就挑了幾個以後 因為今天的心情 不藍也不綠 我就沒有辦法選擇報紙了 譬如今天想看藍的 有藍的 想看綠的 有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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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藍的就有了 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就要在那裡假裝 這樣還有 這樣還有 這樣 假高潮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太悲傷了呢 以一個藝人的一個角度 我們永遠支持 執政者 執政者 必須要這樣 台灣才會更和諧 然後呢 當然很多 互相干招啊 秤知名度 現在就流行直播嘛 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他們這個 適可而止 有些人是可以動的 像我們這種 就不能被動 原因是什麼 你們白三四十年來 我都是一樣的 也沒有人講得出來 我是藍的 這是一個當藝人 應該要有天職 我們的責任就是 服務社會 娛樂大眾 你說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很多藝人朋友以前都 哎呦他支持什麼 私底下可以 不要拿出來去影響到別人 因為你的影響 有可能是錯誤的引導 這樣就不好 當你拿到 凡是四十五的選票的時候 要進行的是 後面這四個字 而不是前面那四個字 選語能已經選好了 但是這個時候 江姓秀母 老叔在說你有在聽嗎 江姓秀母 立刻 敗會 那個 朱立倫 候選人 立刻敗會 國台女候選人 大家這個時候就開始 斡旋了嘛 我們後面應該怎麼樣嘛 對不對 那內容那天講得太清楚了 郭董 你如果當副總統的話 全世界暢行無阻 你如果當總統的話 你就全世界寸不難擠 今天賈志穎不在 所以主持人給我來擔當 還算不是你強項嗎 還算不是你強項嗎 你打那麼久 怎樣 他跌倒了 他跌倒了 我忽然間我就沒有那麼期待 嗨 哈囉 好可愛 我們用舒肥的方式做了牛排 跟樣排 跟樣排 哇 你看這個 好嫩喔 要抓著人家牛肉 再加上這個醬汁 有點奶味 有點紅酒 哇那個甩的甜甜 又有點微辣的感覺 好